各位我们下面来看咱们接着来说咱们的诊断学基础 我们来感受入我们的手 入我们的眼 入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诊断学基础 为什么 因为他是前人前辈 真的是他们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经验给我们的 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学习 估计大家就没有这么焦虑了 但是你要是抱着王老师我就要考试 我要掌握这些东西 那其实你在基础学课里面抱这种心态有点着急了 在哪个地方可以啊 在充斥课里面 希望各位跟我一块来享受着美妙的诊断学基础 诊断学基础咱们所讲 它最主要是不是有五大块内容 对不对 我们已经干掉了 谁呀 一个症状学 对于这三块内容来讲 它是不是在后面我们相应的充过 借助于什么 借助于机器 借助于其他的方面 才能够实现的 而在这里面呢 唯有一个我们大夫可以搞定的 就是这个检体诊断 但是我们在做检体诊断之前 各位想一下 患者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我们坐下来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要干的 是不是要进行问诊 那对于问诊来讲呢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那王老师在这个地方就把重点的东西给他拎出来 也就是说把烤点给提炼出来 咱们就可以走过了 不再累数了 首先第一个患者来了 我们第一个需要问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主术 就是患者最这一次最明显最痛苦的症状或者是体证 及其他的持续时间 所以说主术啊 最主要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 那么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患者的症状 最主要是症状 有的呢可以表现为是体证 那再加上他的什么 加上他的持续时间 加上他的持续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写主术的一个最主要的 注意 这一次他的主术主要的诉说 也是他这一次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 比如这个人假如是常年的COPD 那么他一直是不是咳 但是呢他没有来就诊 这一次来就诊是他感冒了以后 这些症状是不是加重 对不对啊 喘别加重 那各位喘别加重一天 这样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讲的主术 对不对 原来例如有甲抗 那么他有其他的疾病 但是呢他已经基本上控制住 或者是患者就没有 怎么了 前期经过治疗了后 已经都接受他了 那么这一次他来 例如他说我两个腿肿呢 那这个时间他很可能 他的主术就是双下肢水肿 而不是他所讲的心慌手肿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像双下肢水肿 然后是什么 他有三天了 这个是他患者的主术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主术我们要明白了 是不是就很清楚 患者这一次来就诊的主要的问题和原因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由此给撕开了口 这个在临床是不是就叫主术 当患者有这样的主术 我们接住是不是就要问他的腺病史 所谓的腺病史 就是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对不对 注意啊 我们写主术可以这样写 但是我们问诊的时候 腺病史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要问 例如他双下肢水肿的一个假抗患者 那你除了问水肿之外 你是不是肯定还要问假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在临床 你就会发现 我们到后期问诊的时候 是要顾及到他的 那咱们就来看看何为腺病史 腺病史是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 一说到这儿 我都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婚礼上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说 请新郎新娘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 各位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请患者 介绍他的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诱因 对不对啊 你们是第一次见面 在什么地方见的 对不对 最主要的症状特征 那么他要是水肿 水肿是从哪个部位开始的 是什么样 什么时候加重的 持续了多长时间 对不对 哪个部位进行水肿 那么他的之快还是慢 等等的因素 这是他症状的特点 以及他的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激起他的伴随的情况 而且还要问他去哪儿治疗过 对不对啊 去哪儿看过 用过什么药 做过什么检查 等等这些 是不是都叫做诊苗经过 那么到最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问问 他的吃喝拉杀碎的情况 各位 你们会发现没有啊 这个性病史 是不是就把他这一次患者 他的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是不是详详细细的就说明了 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我回来要是干嘛 我要介绍我的恋爱经过 就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什么原因认识的 然后接着怎么发展的 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有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奴隶 最后我们现在怎么样 那各位大家知道 这是不是就是恋爱的一个发生发展过程 那一样的 我们的疾病这样来叙述 是不是也是详细周全的 那么对于性病史 现在的疾病的发展的过程 那我们还要问什么呢 大家知道肯定还要问既往史 这是肯定要问的 对不对啊 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我憋了半天都想问 他肯定在问 对 你看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他这个人有假抗 那么现在又出现了双下之水种 对不对啊 那你就要问他的既往史 而他的既往史里面包括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有个人史 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你居住的地区 你的职业 你的工作 你的喜好 你的习惯 你的业游史 业游史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有没有嫖娼卖淫饰史 对不对啊 还有呢 我们所讲的嗜好吸烟喝酒 对不对啊 诶 这个客瓜子 还有抠手之透 诶 那这个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有网络游戏 这些往往是不是他个人史 婚姻史 婚姻史里面 一婚未婚这些等等 对不对啊 诶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来寄进问的 有同学说 王老师 这不就是调查人家的个人的信息吗 no 大家知道 这些因素 是不是给我们的疾病都相关的 注意啊 我们不是窥视患者的饮食 我们是不是要根据他这样的一些 个人和婚姻史来看 他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我们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和听估 那么对女性来讲 是不是还有月经和身孕史 月经史 大家注意他的记录啊 他的前面 最前面一个是他的初朝月经 比如 他是12岁 对不对 12岁 这是他的年龄 行经期 以及周期 行经期 一般大家知道 是不是三到七天 对不对 那他的月经期 一般呢是有的是28到多少啊 到30天 这是不是一个周期 那这次末次的月经时间 或者是一进绝经的年龄 这个是他的标准的啊 标准的 各位 你到时候了后 人家可没有这些给你注明 是不是直接就给你来什么 12 然后4 28 然后2020年 12月12号 那你的会啊 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初朝年龄是12 是12 12岁的时候 是不是啊 每一次的地价是4天 然后28天 哪一次 对不对啊 他的末次月经 或者是绝经的时间 是什么 是2020年的12月12日 这个记录歌试 大家是不是 无论你考不考 我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心里都在有个闲儿 这个不需要大家去使机应备他 稍微我们要知道他 能看懂他就OK 除此之外 大家知道是不是要看他的月经 他的什么家族史 对不对 哎 好 那么这些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患者的 整个的病情 是不是 详详细细 前前后后的都给他问清楚了 这就是我不问诊 大家需要掌握的考点 那你对这一个问诊 到底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正确的理解呢 我们再通过一道题 把问诊的原则再给你补充一下 下面哪一项除外均符合问诊的要求 看看啊 这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考点 通过题的形式来给大家来进行分享 哪一个除外也就是说 哪一个是错的 对不对 第一 态度和蔼 言语亲切 这说到天边都是正确的 对不对 要将患者陈述的内容 去除取经 去伪存真 这肯定也是对的 对不对 交谈时避免使用特定意义的医学书语 那是肯定的 为什么呀 患者听不懂 那么看来他的正确答案 他的错误的答案 是不是就在这两个之间了 医生要多提问诱导性的问题 诱导 你是不是去过什么了 去过哪个地方 去去过泰国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包括小姐了 我问你 这是不是叫诱导性的了 对不对 诶 再来看 对伪众患者之额要询问 给你做肉了没有啊 给你炖排骨了没有啊 他怎么这么扣沙了 他是不是连糖也没有给你啊 各位 这是不是就叫做诱问 为什么不能诱问呢 也不能套问呢 因为诱问和套问 患者是不是往往严重你的思路 或者你按照你的思路去 去想这个疾病 那么我问你 你是不是上去就给这个疾病 是不是做了一个特定 对吧 也就是说你根据你 还没有全面掌握资料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就就直接上去 就设定了一个特定的疾病 然后你就开始 以你的意思来补充 这一个疾病的证据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会采取套问和诱问的方式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只能够让你收集到的资料 是不是你想要的资料 而且不全面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患者的诊断 是不是就容易出现误区 所以大家注意 在问诊的时候 是要避免什么 我们的避免诱问和什么了 套问 诱问和套问的问题 我们说了问诊的问题